康生是中共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活颜旺,奇异生证人骇人不计其数。 1937年,康生从苏联回到延安,虽然他在早期的工作中与王明关系密切,但聪明绝顶的康生并没有和王明联络,而是看准了风向,投靠了毛泽东,开始了奇异生的作为毛泽东的家臣的政治生涯。 1937年的延安毛泽东尚未大权独揽,急需政治方面的保卫人才,所以委派康生担任社会保卫局及情报方面的领导人。 这也是康生作为最后一个进入毛泽东核心圈,但又颇得毛泽东信任的原因之一。 在4亿年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后,康生大岛抢救失俗者逼供信等政治运动。 在延安政治保卫局监狱,每天对那些满怀热情到延安参与抗日救亡运动的年轻学生施以酷刑,每日狼哭鬼嚎,以至于住在监狱前面被薄一波接来养老的父亲以为闹鬼,坚决办理。 后来在撤离延安时期,康生拔血野百合花的王十卫投到了哭警当中,此事在延安和国民政府统治区都造成极大的影响。 以至于毛泽东最后为此脱帽致歉,并和康生大喊还我王十卫。 当时的康生每天穿着皮夹克,牵着大狼狗,成为延安街头的一道风景线。 但是,知内情的人都知道,他是杀人不眨眼的活颜王。 康生作为杀人不眨眼的活颜王不是一天炼成的,他在留苏期间亲眼目睹了斯大林的大清洗。 回国后,他把秘密警察的工作完完全全地搬回了中国, 使中国也变成了无尽的地狱。 同时,康生也是中国劳改营的创建者。 他建的劳改营从上海、莫斯科再到延安和北京运作时间长达半个世纪, 有无数的中国人在他的劳改营内被慢慢折磨至死。 当然,康生一人是完不成所有的刑讯逼供的。 他手下拥有一支名声极坏的审讯官师虐狂队伍。 当康生对他们的工作不满意时,则会亲自上场。 最具有侮辱性的刑法莫过于,他会亲自拴住犯人的鼻子, 像牵着牛一样牵着凡人们走劫穿下。 康生的这些残忍的手段全部用在了未讨毛泽东欢欣上, 习仲勋就是其中的牺牲品。 中共见证后,因刘志丹的侄女写了一本关于刘志丹的小说, 经习仲勋批准出版了。 由于毛道陕北火病了刘志丹, 所以这一直是毛的一块心病, 康生揣摩上意。 喊出这是利用小说反党, 将习仲勋关押了17年之久, 逼得习近平姐姐自杀。 习仲勋不得不装疯卖傻, 假装不认识自己的儿子, 并在儿子面前吃屎, 给习仲勋留下了极大的心理阴影心理极度扭曲, 造就了一个更大的杀人魔王。 导致今日的习近平妄图统治世界释放中共病毒, 支持普京, 发动俄乌战争, 企图入侵台湾, 给世界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。 康生由于参与中共作恶太多, 深知中共体制之恶。 晚年的他身患已产生了被迫害妄想狂等各种心理疾病的症状。 不敢随便喝水吃东西, 经常捡来访客人的茶哥解渴, 将近去看望他带来点心, 他不但不敢吃, 还用眼睛直直地盯着江青, 以至于江青未打消他的疑虑, 说这点心很好吃, 我先吃一个尝尝。 1980年, 康生去世五年之后, 中共决定开除其党籍, 撤销其道辞, 其骨灰被其子女悄悄地移出八宝山, 并公布其所谓罪行。 洛德格生前极尽荣耀死后落寞的下场。 生日自己二年之后, 那么不得了解了分析。 冷静与虑和威丝兰死在下场, 对我心中宝有最中的关系, 要看到你身着添一片印象, 在就会算下注到需要试炎理学的事情,